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下午是发生了规模6.5的地震 那么其实北部地区震度是也来到4 所以对很多北部地区的民众来说也是非常的有感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北市的美式卖场 因为今天其实是星期天 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也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的民众刚好是一家大小市出门吃午餐 甚至是到卖场里面去采买 那么发生当下的时候卖场里面有很多人 大家也是都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那么民众也表示说 其实这一次的地震其实先上下震动 再来才是左右摇晃 那么当时在大卖场里面的民众也看到 说天花板上面像是灯具还有电风扇摇摇晃晃的样子 都感到非常的害怕 很想要能赶快离开 不过因为这个美式卖场一度是出现了小状况 那是因为地震的影响 电幅厅一度是停摆 疑似有出现故障的状况 所以有很多民众是推着手推车 没有办法前进来上下楼 那么另外像是在新北市 其他卖场又出现了地震当下晃度太大 造成成列架上面的物品都掉落的情况 民众是吓得惊慌逃跑 那么现场有更多的户序状况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为您掌握 先把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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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